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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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今天明明主來到五位 來這裡做農事 可是他不顧用員工 他顧的是什麼 春天 到底是怎麼種菜呢 我們來去看看吧 到底是怎麼樣 用蚯蚓來種菜呢 大哥 蚯蚓在哪裡 蚯蚓在泥土裡面 你為什麼偷懶要給蚯蚓種菜 不自己種菜 自己種菜 我們要利用蚯蚓的做分 就是它拉出來的分辨做分解 所以你看到我這一箱裡面 放了很多這個蘆薈的皮 蘆薈的皮它的水分很高 營養成分也很高 所以我讓它當作它的食物 你說它那個大辨能做什麼 就是他們吃完這些東西 做出來分解的 就像這樣子 弄一點給你看 這個一小球…的 這個它裡面的礦物質很高 然後再加上裡面它有 大概2000萬種以上的益生菌 就像我們現在 我們吃的食物都要含益生菌 對我們身體很好 當作肥料 又當作我們土壤裡面的益生菌 這個菜葉底下的根 它也會吃到益生菌 土壤裡面的壞菌就會比較少 好不好 今天趁著蚯蚓 我們發特別來賓 我們就教觀眾朋友講 蚯蚓的客家話怎麼說 沖田 好恐怖喔 蚯蚓客家話怎麼說 沖田 沖田 而這個蚯蚓你看 它在泥土裡面生活 這個泥土土質的客家話怎麼說 土質 那一隻 對 那一隻 好 你這個養蚯蚓 主要就是要來改善土質對不對 對 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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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來到十二寮 我看到這個農場裡面 蚯蚓真的是好偉大工程 不過我還是會很害怕它 但是觀眾朋友們 你們有把今天學的詞記起來嗎 來看到第一個詞喔 第一個就是蚯蚓 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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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就是 土質 那一隻 那一隻 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來看 就是 養蚯蚓 改善土質 蚯蚯蚓 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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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有學會了嗎 你們家做的蔬菜也是用蚯蚓蚓 蚯蚓蚓 蚯蚓嗎 沒關係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